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在这种环境影响之下,才使得古代女子感到不到自己的存在,特别是在出嫁之后,如果敢出现不满丈夫的行为,那么将会受到各种惩罚。 因此,在古代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,就是在古代夫妻同房的时候,小妾还必须在身边守护。 看来,这是要搞事情的节奏,我们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三观,我们实在是难以理解古代人的想法。 所以,在古代封建社会中,如果是娶了一房小妾,那就是平生最大的福气。 因此,在当天晚上,还得进行妻妾总动员,此时已经超出了我们想象。 仅随其后就是一次大同房,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为了让小妾在其中学到经验,也是为了留在日后做备用。 看来,还是我们的古人比较开放,而这,些小妾并不会因此感到尴尬,甚至还会仔细地观看。 其实,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,那就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,那也总不能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。 这样做的目的,这也直接体现了古代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。 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,这些被娶回家的小妾,一辈子都无法转正,即便是妻子去之后,这位男子只能另许正妻,自己就这么无辜地被抛弃。 因此,这些小妾平生最大的愿望,就是生个野伴女,毕竟有了小才才会使得自己的家族中得到应有的地位。 除此之外,妻子可以进入家谱,而这些小妾只能成为黑户。 同样是家主身边的女人,在享有自己权利的似乎,为何差距咋就这么大呢? 自己总是遭到各种不公平待遇,然而这种关系,都是由妻子的重要地位来决定此事。 即便你是多么受宠,在去世之后都不会受到后代的祭奠,不背后议论就已经很知足了。 或许这,就是现实的差距,看来,在古代当二奶,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甚至还要和正妻之间展开冷战,因此还要忍受各种嫉妒,甚至在航防的时候,还会遭到各种不公平待遇。 你的权利都是被正妻所掌控,正是因为如此,才使得在民间流传这么一句故话,那就是,宁做穷人妻,不做富人妾,我们确实应该为此感到庆幸,由此可见他们当时身份的低贱程度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